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今集我们继续讲亚卡西纪录 有时共识性的一件事你真是无法解释 我昨天刚刚讲完亚卡西 而我应该讲有几个月 没有看ViuTV的总有一瓣在坐 我昨天随便打开了一集来看 刚刚那一集就提到亚卡西纪录 整件事真是很有趣 虽然我经常在口中说不喜欢判断人家 但事实上其实我是不能否认自己 其实都是一个潜意识中喜欢批判人的人 这件事是我真的需要去学习包容一点 昨天我看了一集 那个嘉宾竟然说用亚卡西纪录 去帮助一个个案去冥婚 我真的忍不住笑 这个嘉宾说 帮助到这对冥婚的鬼魂 签了一张亚卡西的分书 我不敢说他说的东西是假的 因为我证明不了 但我真的不太相信这件事 所以我想说的是 其实任何一种学说 他都有可能会变成一些迷信东西 我不觉得那个嘉宾所说的说话可以解释到 一对灵魂为什么要通过亚卡西去冥婚 不过我觉得有时这些反而对我来说是一块镜 我知道我是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我是没办法把我不信的东西说出口 出于任何目的都是一样 不过我这样说我的预设立场就是 我首先认定了对方说的说话是假的 但其实可能未必真的这样 很有可能通过对方的内镜看到的整个事实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在这件事里所学习到的东西就是 我应该更加包容地去看其他事情 少点去judge其他人 因为我听完他说完之后 我一直怀疑我要不要再继续讲阿卡西这个话题 但真是不好意思 我真的没办法相信他所说的东西是对的 是不是瘋了线啊 放两只鬼迁阿卡西 等他们冥婚完之后又投胎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上集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未采清 例如说我们说阿卡西纪录是一个图书馆 究竟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是谁呢 根据《茂林圣哲慢》的观点 他认为这个图书馆是一些高度进化的生灵 他们就好像数码暴龙里面的主人一样 是被选中的人 这些被选中的生灵 他们会服务于想去寻求指引的人 这些职务就好像你做法官一样 有永久性的职务 也有好像裁判法院里面的站位裁判官一样 是一些临时性的职务 这些高度进化的生灵 都是这些图书管理员 由于我们现在看的这本书 是茂林圣哲慢以他的角度所说出来的 而他本身的信仰是和一些古犹太的神秘学有关的 所以通过他的类镜说出来的东西 就会出现很多和犹太教有关的守护天使 神明等等的存在或概念 之前我提过阿卡西多久也好 生命之书 还有梅尔卡巴这一套系统 它都是有犹太教的神秘学色彩的 无论我们信仰的是什么 甚至乎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也好 如果我们学习这套理论 我们首先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 当是一些知识地了解整件事 我会逐一向你解释这些概念 同样道理我又举回昨晚我看的最新那集 《总有一瓣在座间》 那位嘉宾以他的类镜所见到的守护者 就变成了观音 那怎样都好 我们就沽默论这些高度进化的生灵究竟是哪位 可能他叫做什么名是并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可能是真的有这样的存在 他们正在做这一类型的事情 我记得之前看台湾的一个半导体的教授 李智慎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灵界的科学》 那里面找了很多人做了不同的实验 他试图去证明究竟灵界是什么 有机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一套理论 我记得他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他探测到的那个灵界 其实是一些光团 如果有一天你接触到一个神明 其实它是不会有一个实质的形象在里 它只是一个光团 它是一种能量的存在 但是如果你的信仰是基督教 那你就会看到那个光团是耶稣 或者是耶和华 而如果你的信仰是佛教的 那你可能会看到佛陀的形象 或者是观音的形象 同样道理 台湾是什么东西拜的 无论是阳庙也好阴庙也好 什么东西拜的 你的信仰是什么 你就会看到那个光团 会以什么形象出现 所以虽然我是没有犹太教背景 但是我明白 为什么《茂林圣节晚》 他在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 会看到自由女神 密达厂等等的一些神明 我是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去描述 而总有一瓣在左近的嘉宾 说他看到的是观音的形象 我觉得也是make sense 只不过我不相信 他用阿卡斯来冥分 我并不否定他所说的一部分的内容是对的 其实这件事不单是出现在 我们遇到神明的那种光团 包括我在另一本书 《天堂的证据》里面 作者也提过 在凭死体验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见到自己的亲人 其实也是一些光团 它本身是不会有形象的 我们其实事实上是真的见到一个光团 或是感受到一个光团在这里 虽然那个光团是没有样子的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光团是谁 他们的这些说法 就令我了解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灵界的生命体 它未必是以一种实体的方式 展现在你面前 但是你虽然只见到一块光在这里 不过你就知道它是谁 所以茂林圣志曼所说的 圣立库马拉 太阳之主 自由女神 尚主密达厂 这些都是通过他的类镜 所见到的那些所谓的高度进化的生灵 而极有可能通过你的类镜 所见到的那些图书管理员 就并不是他们 而是其他你的信仰里面的人物 所以无论他们叫什么名都好 他们都只不过是一个称呼 姑且在以后再讲阿卡西纪录的时候 我们就沿用茂林圣志曼所说的这些名字 当我们想去调阅阿卡西纪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召唤他们的名字 让他们来帮我们 去进入到阿卡西纪录 为什么我们不是直接去进入阿卡西纪录 不是直接去调阅里面的东西 而是要找一个中间人 找一个高度进化的生灵去帮助我们 茂林圣志曼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这些指引者 就好像我们在爬山的时候的那些领路人 他对里面的东西相当熟悉 所以他可以好像一个道想团的道友 去带领我们陪伴我们去行这个过程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人陪伴呢 因为储存在里面的资讯实在太过丰富了 甚至乎有一些资讯 可能是我们承受不起的资讯 茂林圣志曼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假如现在你的另外一半 他可能在前几世堵倒了你 或者堵倒了你的小朋友 那怎么办 如果你发现了这一件事之后 没有他告诉你 究竟你要怎样去看待这一件事 其实你可能是以后都面对不到你另外一半 你也再也没有办法面对你自己往后的人生 所以他需要在呈现给你看的同时 也要令你马上了解到 究竟以前发生过的这些事 对你现在来说有什么意义 又或者如果你看到你的未来 将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好的结局 那你得到这些提示之后 你又应该怎样去避免出现这些情况 那这些指引者都会一路去带领你 一起在认知上面去思考这件事 我们上集也说到其实阿卡西纪录是一个动态的纪录 只要我们的某一些看法和信念改变了 那这个纪录就会随之而改变 而很多我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是会带着自己的价值判断的 所以这些指引者就是帮我们去釐清究竟我们是需要了解些什么 是需要在里面获得些什么启示 而不是糾纤于执着于以前的过去的这些事实 其实所谓的阿卡西纪录 它并没有我们看完这件事有没有价值的这个说法 也都并没有你必须要去学习阿卡西 或者你应该不应该学习阿卡西这种说法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你不会在你不想接触到阿卡西的情况下 接触到阿卡西的 你也都不会在阿卡西纪录里面 知道了一些你不应该知道的东西 因为这些都只不过是我们用有限的脑袋 所做的一些价值判断 如果你的人生里面是有一些灵性的任务在里面 那你就会接触到这一样东西 如果你的人生里面是不需要这个议题的 就算你听过了解过 你都不会去到那个地方 那我们可能会很好奇 究竟我们在阿卡西纪录里面可以问些什么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问一些和我们有关 或者是和其他人有关的感觉 并且从中我们会获得一些资讯 情绪会驱动我们做很多的行为和决策 而人类也是通过这些情绪 来令到自己的体验更加之丰富 所以当我们连接到阿卡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涌入很多很多不同的情绪 这些在记录之中的情绪可能会被扩大 甚至乎这种情绪背后的那种伤痛也都会被扩大 因为这些情绪和这些记录是捆绑在一起的 我们就好像上了当时的那个人的身 切身体会到那件事所带来的伤痛也好 喜悦也好 什么都好 它会是以一种情绪的方式去令到你了解那件事 去令到你读取到那段记录 我们可以是问自己的问题 亦都可以去帮其他人问 如果是帮自己问的 我们就会感受到自己以前的那些情绪 如果是帮其他人问 那我们就会感受到其他人当时的那些情绪 一般来说大家会问些什么问题多 第一个问题最多的就是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的朋友会伤害我 第三就是问 为什么我的家人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 第四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很多人去接触阿卡西 都是有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东西 想得到一个答案 所以才会去寻求 在阿卡西里得到一些回答 如果通过调语阿卡西记录 令到你可以用到第三视觉 用到一个全知的状态 去看到这件事的全貌 那我们其实很多的怨恨 很多的不分 很多的执着 都一下子就会释怀 取而代之的 就会变成是包容 和无条件的接纳和爱 我又用上集我们讲到的 朱元璋的例子 朱元璋做过和尚 做过乞衣 做过乞衣 经历过残酷的战争 在那些尸体里爬起身 如果在他做乞衣的时候 他去调阅阿卡西记录 你觉得他会问什么 为什么我的生活会这么苦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 其实他是不会理解到这些事情 因为在他目前的视觉里 看到的就是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这个世界是残酷的 但如果他入了阿卡西记录 用了一个全知的视觉 去看到一些事情之后 他就会发现这些经历 其实都是必须的 否则以后就没办法 可以成就到那个渠 那个未来改朝换代的渠 如果他用完这个视觉去看回整件事 再看回他做和尚 做乞衣 他就不会再觉得这些事情 是令到人不分的 他可能就会很感恩自己曾经遇到的一切 当然这个我只不过是拿来举例 又例如刚才我们所说的 经常都会有人问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的朋友要这样对我 可能有个朋友出卖了你 你现在觉得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为什么整件事要这样发生 为什么是我 但如果你又去了一个全局的视觉 去看回整件事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朋友出卖你 是你通往人生的另外一个方向的转裂点 没有他这样做 没有他这样去逼一逼你 你是不会去走出那个方向 所以如果当你了解到这个事情之后 你又会释怀 你就不会再带着怨恨去看待这件事 虽然你未必一定要懒不高贵感恩他 但至少你内在的那种怨恨就没有了 所以茂林圣志曼他建议我们 如果要去连接阿卡西的话 我们首先要学会的东西就是 连接我们的高我先 用高我的视觉去连接阿卡西 看待阿卡西里面的东西 那我们所作出的判断 就不会再带有偏见和喜好 我们对所有的事情和答案的理解 也都会更加之有启发 随着我们和高我和阿卡西的连接 越来越容易和越来越稳固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适时去帮助一下其他的人 去解读一些他们人生里面的一些难题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其实是可以帮助其他人去解读阿卡西 但是当然这件事就会出现很多良友不齐的情况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肯定 究竟你接触到的那个帮你去解读阿卡西的人 他是不是真是一个可以帮你解读阿卡西的人 他的解读他的类镜又是不是正确呢 那这些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今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集我们就讲一下 连接阿卡西之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准备 准备完之后 具体又要如何去连接阿卡西 我是陈老师 本集完 用一盏 好 好了